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介绍他的作品 还要访问了他 今天如果来代班的是因为我要来跟各位特别介绍 他即将在11月份就到台湾做出他的一系列的作品 叫做肖像100这个展览 就在台北市师大那边的立水街 地址在那边 画廊的地址 他那边有一个肖像100的展览 首先我们先来听他跟各位观众朋友 简单地说一下他们这一次的他的展览 嗨 大家好 我是薛恩华黄晓文 我今年在台湾M号有一场展出 是从11月5号到11月29号 然后11月7号当天有个茶会 那我本人会在这个茶会跟大家碰面 所以我欢迎所有的脸书的朋友 还有我在台湾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 那我们可以互相交换经验 那因为我隔天就要回美了 所以呢我只有这一天会在现场 所以欢迎大家来 我们知道你从小很像看你自传 从小就喜欢画肖像 是 那几岁开始你会有这种感觉 记忆里面大概是小学的时候吧 那我常常就会拿着一支笔 老师上课的时候就在下面画 那我画的大部分都是人物 老师上课是上其他的课你就在画 画画课你就在画 老师上的正常的课的时候我就在画 你就画所以你没有在上课 是这样子是吧 是 所以那时候你就喜欢画 所谓的肖像是指人像吗 还是指脸孔 我那时候我就是很喜欢画脸孔 那我喜欢画有老有少 然后有男有女 我们知道人的脸孔是最难画的一个 部分因为他表情太多种了 而且历史的痕迹在脸孔上 很容易留下任何的资料让你去搜寻 那你小时候画的时候 你这种记忆吗 还是说只是说或只是喜欢画而已 我很喜欢看人的脸部的表情的变化 对我来讲那很吸引人 所以我小时候我画的这些人头像 都是很有表情的 有怒有喜 然后也有悲哀的等等的表情 我们知道你这次回台湾要在一个画廊 要有一个展出嘛 那是几月份开始 11月几号开始 是从11月5号到11月29号 29号 那这个所有的都是你的肖像展览吗 对 我的目标 我几年前的目标就是要达到100个人 那这次我终于达到了 哦 这样子 是 那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哪时候开始对你这个画的肖像 当作你肖像系列的那种动机 那这个年代的某个哪一个点让你突然说 好 我就转了就这样 OK 这让我回想到差不多六年前 六年前我在台湾的经纪人 那他打电话告诉我说 那时候台北会有一个室博 就是Expo 算是艺术的那个博览会 那他邀请我去参加 那我当时就想说我应该画什么 我真的我也没有什么想法 也不晓得要画什么 那因为我是老师 所以我在学校里面 我就看到学生下课以后 那个他们玩耍的这种表情 各式各样很多 我就觉得哇那非常的吸引人 也很有也很有趣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才是我要画的 所以就开始从事 就去尝试肖像 那其实我之前 我画肖像之前 我是画镜物 那我会画镜物 是因为我觉得说 那是入门 有画的入门 但是肖像那个是高阶的 那是我可能 是我都达不到的 但是因为这个委派 就让我决定要尝试看看 所以呢 我尝试之下我发现 我好像可以画肖像 所以我就从那以后呢 我就一直专注在肖像的创作上 是 那你为什么把它定做一百 这一百有任何意义吗 还是满分 其实我想 也许以后的目标是一千个人 也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 这世上人 有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他们的背景 然后教育 什么都不一样 但是写在他们脸上的故事 都是一样精彩的 对 好 那我们就写在脸上这个故事 来请教你几个问题 嗯 我们知道有些人叫做 不怒自威 嗯 我们看到他就觉得 哇这个很那么凶 嗯 看到某些出家人或是神父牧师 觉得好和善 嗯 或者连着脸部的肌肉 经历过人生的过程的时候 他的某些肌肉特别发达 会造成这种现象 而且像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叫做 观其膜子人因受灾 嗯 看眼睛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善恶 嗯 那你这个画像肖像画脸部的话 嗯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你好多这个画像 都是画脸部的特写 嗯 那这个里面包含了你肌肉的分布 阴影颜色 嗯 它的景深 还有它的眼神 是 这好复杂的画画 你怎么去构死它 我自己在画肖像的时候 我记得国父讲了一句话 这也是一直我画画的 对不起 是华盛顿吗 哈哈哈哈 隋义仙 隋义仙 OK 所以他他说的知难行义 对所以刚刚就如你说 你所说的这脸部的肌肉啊 这个很复杂 嗯 然后我又没有研究到这么透彻 嗯 所以我专注的是在 那个人他散发出来的那种精神 跟他的感情 哦 还有他给我 他让我读到什么信息 嗯 所以我就把它画下来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 我只有抓住这个重点 嗯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要把他的思想画出来 嗯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厉害 哦没有没有没有 看他这样就可以把他这个思想 他一生都会画出来 嗯 那倒是不可能 因为就是当下的 对那么多细节 当下的那一刹那 他给我的感受 嗯 嗯 这个细节好多耶 嗯 所以我说如果专家来看我的话 也许他们还有很多的评论 或者是觉得哪边还要需要再加强 但是对我目前的程度来讲 我就是只能做到这样 但是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嗯 嗯 好那我请教你 通常我们碰到一个人的时候 嗯 他跟你谈话说他表情不可能一次不变 是 是 在什么时空里面 你怎么去抓那一点之内 那时候就能表现他 还是说你是去融合他 嗯 或者说 我觉得有个问题应该请教你 嗯 你怎么可能你眼睛跟照相机一下 啪啪啪一声就把人家的表情 全部照下来 嗯 你怎么去把他反映在你座本上 嗯 通常像我 我就是 我走到哪 那我都会看人的这些 我会去观察人的表情 嗯 我很喜欢看人 那当然这群众里面 总有几个会吸引你的 嗯 那所以呢 我就 会特别锁定 我想要 嗯 探索跟研究的 嗯 这个人 那 通常 会让我读到讯息的是 他们正好在想 在想事情 那那个是可以通过表情 可以看得到的 嗯 我刚问你几个话 好像是闭着眼睛 你也把他画出来 嗯 嗯 那这个是不是你刚才所讲的 那是他正好在成 他在沉思 在想事情 或者是做事 那我就觉得说 他不是单纯的只是闭着眼睛 他是在想一件事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会透过 脸部的表情传达出来 哦 那我看到了 我就把它画下来 这样子 嗯 那我们观众去欣赏你绘画的时候 嗯 那怎么样的角度切入 才能够了解你在想什么 你在表达什么 你在表达什么 交往去看你画展的时候 嗯 嗯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来看我的画展的话 可以在每一幅像的前面 多站个几分钟 嗯 然后看看也读读看 你可以从这张肖像里面 去读到 这个人 他的情感跟想法 在当时是什么 所以呢 就多停留几分钟 嗯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解了吗 是 有那么简单吗 嗯 嗯 嗯 当然有画展讲他在笑 嗯 那我怎么知道他在笑什么 嗯 一直在笑我今天穿得很土欸 嗯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一张画吸引人的地方 因为像我看你的表情 跟别人看你的表情 他们都有不同的解读 嗯 但是呢 他一定会收到一定的讯息 嗯 所以也许你看这张画 你收到的讯息 跟他看的不一样 嗯 但是 嗯 我会说我的画 一定 在一定程度上 会给你有 有所感受 嗯 嗯 那介绍一下 这次回台湾做一个画展 嗯 系列上分了哪几大系列 我分了有六大系列 六 对 我最早我是只有画小朋友的肖像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加进其他 不同年龄层的 嗯 所以我从婴儿 一直画到八九十岁的 长者 所以涵盖所有年龄层的人 嗯 那我把它分成六个项目 一个是儿童 一个是年轻人 嗯 然后一个是长者 嗯 然后有两个系列 我要特别推荐的是 不说话系列 还有跟沉睡中的小孩 嗯 嗯 六大系列的话是涵盖着年龄层 那就是以年龄 当作一个大约的六个段 是不是 嗯 那每一段是包含不同 各种不同的男男女女 是 就是小孩子的话 就是 全部是小孩子的一个系列 嗯哼 那这里面没有去 让我们去了解他的职业 他的生活 那都是我们观众要去了解的事 嗯 你没有把它规定起来 这是 我没有 你总是医生 嗯 我倒是没有 没有这样去过 不过这个可以考虑 作为我下次画画的题材 是的 所以我们去欣赏的时候 是一个人生的整个人生观 嗯哼 去看你的系列 是 那这里面可以体会到生死吗 哦 我这个 嗯 我应该说我不是程度那么深的人 所以 嗯 应该怎么讲 我只是想纯粹表达每一个年龄成的人 他从他的眼睛透出来的故事 哦 各有单纯跟复杂 嗯哼 所以在这个肖像里面 啊 这个系列里面就可以去读这个 嗯哼 去读这个人 他从 还是baby的时候 嗯 那种单纯的眼神 到 经过一段年纪之后呢 他眼神散发出 这种智慧啊 或是历练 嗯 嗯 我们知道你们 你是从台湾到美国来 嗯 那也经历过台湾的多风土人情 嗯 然后到美国又接受他们 各种不同种族的人 在里面 嗯 我请问一下 那你在绘画的时候 你怎么样 把不同的culture 他这个精神文化 你怎么样放在 不同的人身上 嗯 因为画画好像很简单 就画一个人嘛 嗯 但是我们从里面要看到 哎 奇怪这是不同人种 嗯 那不同人种的 比如说 我这边碰到很多美国人 他笑的时候是大笑 嗯 那我们台湾人笑 人家是浅浅的 不太好意思开怀地笑 嗯 这就是culture不同 嗯 那在你画画里面 你怎么样去表现出来 你所认知的 这个文化上的差异 嗯 嗯 嗯 在我来看 我觉得人啊 不管是什么肤色 或是人种 嗯 人的七情六义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孩子笑 白人的笑 黑人的笑 跟黄种人的笑 对我来讲都是一样 哦 没有差别 对 是没有差别的 OK 那他们的怒呢 我们讲喜对不对 嗯 怒还有哀乐呢 嗯 嗯 嗯 哀乐的话 我是觉得可能跟民族性 有关 在我学校里面的这些 嗯 美意的小孩 他们这方面的比例很低 嗯 但是华人的小孩里面呢 就比较平靡可以看到 这方面的情绪表现 所以我想这个是民族性不同的地方 你讲到这边情绪表现 你知道小孩的情绪比较直接 是 大人的情绪很含蓄 嗯 明明是爱不敢讲 明明是恨了 也不敢发表 嗯 但闹到最后 大家都干脆不见算了 是 我碰到很多社区也是这样去说 嗯 好 那里面有会话问题 假如这个人 他隐藏内部的情绪的话 你只是看 你没去跟他谈 你怎么去了解 他们的内在 然后表现在你的画像上 你怎么抓的这一点 嗯 嗯 我画画通常都是 这个人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有强烈的感受 那不管他是隐藏他的情感 或是没有 但是人 毕竟还是人 功夫没有那么高深 可以隐藏到说他的情绪 外人完全的无法观察得到 所以说你是用艺术家的直觉 是 是 对 对 有人讲说女性的直觉很准 你这个又是女性又是艺术家 那这看你的画是不是能够保证说 这就是你所看到的东西 啊 其实我要承认说我是一个 在很多方面都蛮笨拙的人 那我只是喜欢看人 看人方面呢我就 比较敏锐一点 好 那这边来讲你的素材表象 嗯 嗯 你现在选用什么样的绘画方法 嗯 什么材料 我们知道绘画有很多种不同材料 嗯 从水画油画粉画一大堆 那 我记得很多人素描都是喜欢黑白 嗯 用碳笔画 那我看你很多都是彩色 嗯 你现在用什么素材来表现你的想法 嗯 嗯 我都是油画 油画 对 为什么要选择油画 嗯 油画 在我 年轻的印象就是大师 他们才会去 用的 这个 美材 那因为我们自知说自己能力不足 所以呢 我们就只是画铅笔画啊 水彩 那一直到后来有一个因缘 我才开始尝试油画 嗯 那一直从那时到现在我就没有断过 因为我觉得油画色彩蛮迷人的 嗯 我也一直很喜欢油画 哦 这样子 那谈到这个油画 我们想我知道你在这边教我的学生 嗯 好 那你学生包含各种不同种族啊 嗯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不同种族的小孩子 在学画画的时候 嗯 他们那个表达的时候能用这种情绪和方面 哦 有差别吗 有差异很大 很大是吧 这个我再讲一下 嗯 让很多家长都去调解一下 嗯 在台湾的小朋友 因为长期以来台湾的制度 所以就是听老实的 哦 所以小朋友呢就是 老实怎么说 然后小朋友就怎么画 可是在这里美国小孩 他们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哦 所以一个很有趣的是 有时候我要告诉他们说 这边应该怎么做 我笔拿起来的时候要示范 他们会把我的手拨开 哦 说老师你不要动我东西 我自己画 所以他们 嗯 怎么讲 他觉得说 这种东西让我自己表现 嗯 嗯 那可能在他们觉得说 这个是美术的东西 我有自由去发挥我想要画的 他几岁 像这样的小孩 哦 这个很小 没想到就这样子 对 我遇到最小的一个是 他只有幼稚园 哦 那他就不让我动他的画 东方文化没有这种的 西方文化是这个 Self Dignity 嗯 他这个自我的这种比较大一点 是 东方的小孩子表现 照你讲起来是相反的 对 就是我在台湾 跟在这边看到小孩的 差异的地方 嗯 在台湾的话 小朋友很喜欢说 啊老师你这个 你现在画给我看 啊你帮我改这边 哦 是 这里的小孩是他不让你动 嗯 所以东方文化是服从权威 嗯 嗯 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的 教育制度是这样子 嗯 所以就造就小孩子是 比较听从老师的话 那这样的话 他画完就没有他自我了耶 嗯 嗯 所以就像 我的感觉就像 我们小时候学书法 你就是一直临摹 临摹 临摹 对就是copy人家的copyright 对 然后临摹到了 已经百分之百 可以像这个人的时候 你才跳脱 出来 然后去 对 他要出来很难 很难 非常难 可是这里的小孩子 他们正好是跟我们相反的 嗯 嗯 他们一开始呢 就是 就让他们自由发挥 对 你只要给他一个subject 然后告诉他 怎么去表现 所以他自己可以诚实 他可以想 然后就开始画 嗯 嗯 好那这边要讲到你的画风 好 因为我知道你也是 就是从一个很严谨的家庭 听说你父亲是很棒的书法家 嗯 他又修佛法修得很深 嗯 像这种教育下 对你在台湾接受教育 我相信也是传统的 东方文化的教育 嗯 都是 比如说我们学书法一定叫你名模 嗯 老师你乱写就打你一顿了 是 他不可能让你得高分 嗯 那你怎么样突破自我 变成说你自己的风格 而不再去受东方文化的影响 因为我看你画风里面 你画很多是老外眼 好 你怎么去突破这一个 变成现代的你 嗯 其实我自己不晓得 嗯 那是 因为你提到这件事情 我想到我国小的一个老师 嗯 那我画了一张人像 嗯 然后毕业之后我去他的家 他告诉我说 他把我画的那张人像 收起来了 嗯 保留了 是他保留 哦 好小欸 各位老师保留你的画 是啊 我那时候很惊讶的说 啊老师为什么你要保留 你要收藏我的画 他说因为你把那人头发画绿色的 哦 我自己不晓得 嗯 那我们老师觉得说 非常特别 嗯 所以我小的时候 我是家里 让家里最头痛的 嗯 因为我比较不像我另外三个姐妹 比较守规矩 嗯 嗯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喜欢去尝试 嗯 不同的事物 嗯 然后喜欢在绘画上 嗯 去去表现自我 像我也不喜欢说 嗯 去学某一个人的 嗯 技法 然后就变成 是他的跟从者 嗯 别人看我的画就等于是看到他的画 我一直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在绘画上呢 嗯 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表达 对 那在台湾展览这几天 嗯 你每天都会在现场吗 隔天我就回来美国了 哦 所以假如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跟你谈的话 嗯 就11月7号那天 是 那天你才会在 对对对 哦 其他时间只能够用心跟你沟通 我还有Facebook Facebook 对 那你Facebook方便列在萤幕下面吗 可以啊 大家可以去跟你联络 那我也欢迎我所有Facebook的这些联友 现在叫联友 是 到现场去 对到现场去参观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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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